好像衛生局內部又有傳一個訊息給媒體朋友 寫的又不太一樣 他又寫說他用餐八點半後陸續產生這些身體不適 所以說實在的我們這邊很抱歉 因為我們完全沒辦法掌握任何的實際上的一個狀況 目前得知的也就是我們剛剛所講的 從這兩片訊息 那衛生局那邊早上可以給我們的訊息也只有說 那這四個人就是同一個家庭 想說那現在有追蹤到是哪一組消費者 後續會再做些關懷或是補償 我們一定會去做關懷 那至於是不是補償 我們最主要的工作是希望這個消費者 不管怎麼樣身體趕快康復起來 這個是我們最關心的 這是我們最關心的 那至於有沒有辦法去關心 因為個資法我現在醫院也不會透露給我們 衛生局也不會透露給我們 我們現在想要去關心都沒辦法 對我們目前其實我們這幾年一直很積極的在管理 衛生局所有的門店必須按照我們的食品衛生法跟所有餐飲業要求必須要做到的 公司投注外這一塊也是全力投資 不管是我們門市的集合部還有我們的業務督導 幾乎每一天固定都有不同的部門會到門店去集合跟巡店 我們也希望做到讓我們全省的門店 全部都把食安這一塊做最重要的事情 提供給消費者一個最安全的一個食品 那至於該店當天積查的有大概有三項硬體這一塊 我就請我們的食安部的主管來為各位來做說明 是,那針對衛生局這邊 是不是 好 不好意思 我過去負責食安部門的主管 我姓黃 那針對衛生局昨天提出的缺食改善 主要有三大點 那第一大點的話是冰箱的外觀不潔 然後層下不潔 那以及我們風扇 操作境 rotor風扇不潔 那针对这三项应急缺失 我们会在今天完成所有的改善